其實我由22歲開始就說了 我說我嫁了給電影 我叫陳雅莉 英文名是Emily 我現在就在北京讀MASTER 剛剛就簽了一間電影公司 但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澳門的影像創作人 如果說我和電影結結了 我想應該要說到我九歲的時候 我小時候爸爸媽媽作影碟生意 就由那時開始和電影結結 到了高中的高中 也有像普通學生 參加一些街眾活動 去做一個編導個角色 剛好認識了一個香港導演 叫李力池 也會和她一直在囂張 因為她覺得這個小女孩挺有膽識 維持從高中大概18歲開始 一直與力道有一個聯繫 因為我本身是女性導演 無論是紀錄片或劇情片作品 我都會尋根這個概念 探討女性她的價值 或者到底家在哪裡 我最近有一套《沙漏愛情》場面探討 就是六個澳門土生土長的人 有些人渴望離開 有些人不想離開 但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他們意會到澳門這個小城 對於他們來說的一個重要地方是哪裏 電影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它是我終生伴侶 一直會陪著我到最後 我相信每一個喜歡電影的人 他都會有一個夢想 我可以以這個興趣為職業 我的正職就是拍電影 我一直都想這樣 但其實到了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開始害怕 當時是很害怕我找不到顏色 在這種有現實壓迫的時候 我選擇了逃避 我逃避的方式是什麼呢 我就是走去讀Master 但去到北京的時候 我一開始都有畫紅心壯碟 我去那裏闖出一片天 然後可以拍一些很厲害的電影 但你去到那裏之後 你就發現原來你幻想和現實差距太大了 可能我從中學開始 就是李力池的學生 有個光環 然後去到大學拍電影 又拍著比較厲害的攝影 之後就在大家的照顧之下 就覺得做出的作品 一向都是鏡頭很漂亮 或者有很多人去看 但去到北京之後 你的所有光環都不再在這裏面 你由零開始 然後你要慢慢等機會 所以在北京的這兩年時間 我覺得對我整個人的成長 和我的世界觀 我的人生觀 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好看